最高人民检察院消息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唐双宁涉嫌贪污受贿一案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贪污罪 受贿罪对唐双宁作出代理决定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警察唐双宁丧失党性援助 背弃职责使命 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角色部署不坚决 弱化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防范化解进入攻险务力 违背党的组织路线 继续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利用职权大肆宣传个人数码的作品 私自携带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 附近并约看 对抗组织审查 不是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依靠查密的意义 并向用公团的中国人 违规批准或置投赏关锁 占有单位组织 违反组织原则 在干部选拔任务方面 为他人谋取利益 连接底线失手 纵有获取他人利益 本人之权谋取私利 违规收受名人此话 纪念碧等逼平和人籍 叹处享乐 接受管辖事 既想当官又想自民 将党和人力固定的权利 依法为谋求名利的军军 大搞压谱 必有职务店 非法占有公固财物 为他人再带团人意 职务寄生等方面务力 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